王阳明在中国人心中非同一般 有人说 中国历史上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只有两个半 一个是孔子 一个是王阳明 剩下半个是曾国藩 王阳明文能精通融合如是道 开创阳明心学 五刻意通晓兵书战阵 平定匪患和叛乱 即使离开庙堂 他还在各地兴办学堂 即使时光流转 他的思想始终长读长心 被很多人追随 包括张居正、曾国藩、梁启超、蔡元培、孙中山、东乡平八郎、道圣和夫等 遍布政治、军事、教育、商业管理等各个领域 当今很多企业家也很愿意在自己的案头放一本转席路 如此巨大的影响 足以使王阳明和孔孟并列 成为中国古代的大圣贤 但或许是人们群体性地推崇王阳明 他的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 有人说他从生到死 完全是按照圣人的路子行进的 出生时有天神赐福 小的时候博览群书 长大之后经历了顿悟时刻 革新了心学教育后人 王阳明真的是一出生就拿到了圣人的剧本吗 阳明心学到底厉害在哪里 为什么能突破群体 地狱和时代的限制 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呢 下面我们结合学界有关王阳明的研究 走入王阳明和他的心学世界 第一部分 我们从他的早期经历讲起 历史上克服艰难险阻 成就自我的人很多 王阳明为什么有机会成为圣人 第二部分 我们重点关注他的思想 阳明心学到底讲了什么 为什么有那么广泛的影响力 第一部分 很多人认为 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 是因为他的成长轨迹 完美契合古人对于圣人的想象 真的是这样吗 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王阳明本名守人 由于他曾在快鸡山的阳明洞陈思 因此自好阳明子 别人尊称他为王阳明或阳明先生 明献宗成化八年 也就是一阴472年 王守人出生在浙江渝瑶的一个显赫家族 王家祖先可以追溯到晋朝的王岚 王满是大书法家王细枝的曾祖父 这位王满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王翔 是二十四孝中卧冰秋里的主角 王满的孙子 王岛是东晋冥想 刘雨昕那句旧是王谢唐乾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他们家 而王守人正是王岛的后人 即使到明代 王家依然是高门大户 王守人的祖父宝读诗书 是十里八乡颇有名气的读书人 王守人的父亲王华更是考中国一家第一名 也就是我们书记的状元 后来官至南京吏部上书 说明一下 明朝最初定都金陵应天府 也就是南京 后来明成祖诸地迁都北京 金陵改称南京 但仍保留历 护 礼 兵 行 宫六部 称为南京六部 南京吏部上书的品级是很高的 在中国古人的技术中 圣人出生总是不同凡响 相传 王守人的母亲怀孕十四个月才分娩 就在分娩前 王守人的祖母梦见仙人驾着祥云 怀抱一个小孩从天而降落在王家 因此 王守人出生后 祖父为他取名为云 并把他出生的地方起名为瑞云楼 常言道贵人语池 据说王守人五岁仍不会说话 以为高僧路过 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 可惜道破 祖父意识到 孙儿出生时有仙人驾云而来 于是起名王云 或许是这个原因导致孙儿五岁还不能说话 所以 祖父打算给小孙儿改名 论语为灵宫中有聚之吉之 人不能守之 虽得之 必失之 为他改名为守人 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 这便是王守人这个名字的由来 奇幻故事或许是任何一位名人的标配 真真假假 也不必深究 可以确认的是 王守人小时候非常聪慧 在祖父教导下 从四书读到唐诗诵词 在读到如是到经典 而且 王守人的祖父有个特点 学父无车 但一生没有求去公明 他也用这种观念 指导小孙儿学习 提醒他 读书时 不要被公明利路所牵扰 不要被陈归露俗所舒服 更不要盲目崇拜 当时被称作权威的词书 这样与众不同的学习经历 深刻影响了王阳明 也为他后来融会各家智慧 形成自己的思想 打下了基础 不过 科考做官在明代 是读书人最好的出路 甚至是唯一的正途 尤其父亲还当过状元 给王守人上课的老师 也经常提醒他 要像父亲那样 努力考中状元 享受荣华富贵 而王守人却摇摇头说 登帝孔位为第一等士 或读书学圣贤儿 王守人小小年纪 就把成为圣人当作自己的理想 有人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但仔细想来 明代小朋友说 自己的理想是做圣人 也是有可能的 宋代朱熹等人开创的理学 在明代中期 依然占据主流地位 一个读书人的理想路径是 先修身 再起家 最后治国平天下 立德 立言 立功 最终成为圣人 小朋友读书 树立远大理想 合情合理 这么看来 王守人的成长 这不严丝合缝地符合圣人诡计吗 事实上 王守人之所以能成为儒家的圣人 却恰恰是因为 他早早就对传统的圣人之道 提出了反思 传统的成诸理学主张 君子要修身 而修身靠格武制制 因490年 王守人18岁的时候 祖父去世了 在为祖父守孝的日子里 他广泛学习 尤其是读了朱熹的书 朱熹认为 格武至关重要 格武不仅能获得外部事物的知识 自身的道德体认 也会得以刷新 守孝期间 不能四处闲逛 格点什么呢 祖父的后院 理中了很多竹子 王守人打算先格竹子 他找了朋友一起来 希望能参透竹子的变化玄机 掌握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 他们坐在竹林里 忘记了吃饭 忘记了喝水 竭尽全力想格明白其中的道理 到第三天 朋友就打退堂鼓了 王守人是个有圣贤情节的人 坚持到了第七天 因为身体受不住晕倒了 经过这次亲身事件 王守人对于成诸礼学产生了怀疑 不是格武就能制之吗 但他非但没有悟出竹子和天地万物的道理 反倒生了病 看起来 格武至之 似乎并不一定能通向圣人之境 这成为他反思传统儒家思想的开始 格武至之以及修身 这是乡内的 后半句治国平天下是乡外的 王阳明在小时候也有试剑 他不仅博览群书 还花时间钻研兵法 从小就有保家卫国的心愿 他会把书本中的知识活学活用 带领小朋友们玩军事演习 一边主攻 一边主手 王守人站在高台上调兵潜将 演习移花接木 调虎离山 瞒天过海等攻防战术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 王守人出生时赶上了明朝的多士之秋 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袭扰不断 在他15岁这一年 蒙古各部在一位较大严寒的王子领导下积蓄力量 入侵甘州 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张业 不少明朝将领战死 消息传到王守人耳朵里 让他不禁想起无数在边关建功立业的英雄 王守人素来是个喜欢实践的人 他热血沸腾 前往居庸关 山海关考察了一个多月之久 登长城 访香前 停掉古代战场 思考御敌策略 回家后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洋洋洒洒写了一本奏折 阐述了他的御敌构想 要呈给皇上 吓得父亲立刻喝止了他 有报过之心是好事 但在明代 这一切的前提是熟读四书 通过科举考试 父亲看他有点浮躁 就在他十七岁时 安排了一门婚事 希望他收敛一点性子 但成婚当日 王守人又让人担心了一把 他在街上看到一处道观 便与里面的老道士聊起了学问 不知不觉忘记了时间 等回过神来 天都快亮了 王守人就这么错过了新婚之夜 不过父亲的策略 总体上是没错的 成婚后的王守人 积极准备科举考试 打算通过科举做官 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圣人理想 王守人二十一岁的时候 参加了乡试 也就是明清时期 各地一级行政区举行的考试 他才华出众 乡试自然不在话下 随后他去京师参加会试 这次 过高的才华反倒带来了麻烦 他的思想过于新颖 与成珠礼学格格不入 结果名落孙山 三年后 他再次参加科举考试 又一次落榜 不过 王守人倒没有很受打击 他以圣人为目标 而成胜之路必然少不了博者 终于在二十八岁的时候 他考中了二甲第七人 以全国第十的排名 获得了进士身份 王守人终于进入官场 这距离治国平天下更近了一步 刚开始 他被安排去公部实习 公部负责朝廷的土木建设 尽管在六部中排在末位 王守人干起活来 却依然很有热情 一次 他负责组织一位 公巡官员的陵墓修建工作 他发挥兵法知识 将工作人员分为不同小组 组内人员互相监督 还负有连带责任 而且 他推行了类似于 现代导班制的作业方案 高效率 高质量地完成了工程建设 因此受到了肯定 这样的肯定 再度激发了王守人这位年轻人 为国效力的热情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 他少年时代就曾游历边境 思考御边之策 甚至写了奏折 打算交给朝廷 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 这次他更是列出有关边防的八大主张 如精简军队节省费用 严格执法以镇军为等等 其实这些措施都切中了要害 只可惜 他只是公布的一个六品小力 工作不对口 品级不够高 一腔热血 再次泥牛入海 后来王守人调去刑部任职 一次前往云南出差 途经九华山时 他遇到一位老和尚 你知道 王阳明只要遇到有学问的人 都会停下手里的事情攀谈一番 而这位老和尚 同样对传统儒学表示了怀疑 圣贤之道 或许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空泛道理 而就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修为 这启发了青年时代的王守人 进一步关注佛学和老庄思想 31岁那年 一次王守人生病休假 在家乡快鸡山南的一处洞穴 他在这里不断沉思 并见了一些朋友 突然意识到 福岛并不是他要追求的 因为福岛需要抛弃人伦 而在中国传统社会 孝道是融入中国人生命血脉的文化理念 尤其是王守人 出生在幸福的家庭 他十分珍重父母亲情 也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看来福岛也不是他追寻的答案 他还是要回归到儒学的母体 追溯到孔孟之岛 试图开辟一条新路 这是王阳明思想发展的一次关键选择 由于这次关键选择发生在 快鸡山阳明洞 因此人们把阳明洞走出的王守人 称为王阳明 从现在起 我们也用王阳明来称呼他 到这儿 王阳明也只是回归了儒学 但并不知道前路在何方 此时的成诸礼学早已死板僵化 与科举密切捆绑 脱离了实际 走向了形式化 放眼朝堂 熟读儒家经典 精通成诸礼学的官员不在少数 然而他们只知道音寻守旧 整个官场暮起沉沉 犹如一滩死水 王阳明思想的形成 还需要一次重大坎坷的催化 明朝洪至十八年 也就是1505年 明孝宗驾崩 一个布满十五岁的顽皮孩子 坐上了皇帝宝座 这就是明武宗诸后照 在民间臭名昭著的正德皇帝 这个皇帝堪称混世魔王 他建了个叫暴房的私人游乐场 表演猛兽摔跤 他还在京城开设了许多商谱和妓院 供自己玩乐 更要命的是 正德皇帝重用宦官 把前朝后宫 京师内外搞得乌烟瘴气 其中最得宠的大宦官刘锦 全是熏天 坏事真没少干 民间把他归入明朝四大全焉之列 不少官员上书皇帝 希望处理刘锦等人 等来的却是刘锦一轮又一轮的残酷报复 有的官员甚至被活活打死 这是跟六品小官王阳明没直接关系 但王阳明内心的正义感 在此喷不而出 他也写了奏书向皇帝声明厉害 可以想到 这份奏书皇帝未必能看到 但必然会落在刘锦手里 刘锦震怒以皇帝名义庭帐王阳明四世 然后把他关入锦一位大佬 按照明朝传统 在朝廷上实施障行 受刑者可以用棉绪裹身 但刘锦改了规矩 要求脱了裤子大 他平时训练打手很有一套 先做个皮子 里面塞上砖头 重宠打下去 皮子完好 但里面的砖头已经粉碎 王阳明被这么大四十亭帐 几乎昏死过去 但这只是开始 随后他又被赶出京城 便去贵州农场 当了一名义城 明朝时期的贵州非常贫穷 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而义城是驿站的管理人员 是没有品级的小力 就这还没完 夫人路上刘锦又派人截杀王阳明 好在他跳水侥幸逃走了 后来辗转赶到贵州妇人 王阳明从小就立志做圣人 他也一直按照传统的儒家道路不断追求 但这次遭遇了彻底的失败 败得只留下一条性命 想想过去他的历次事件 向内格物置之修身 但王阳明年轻时候 格竹子格病了 向内探索失败 向外是治国平天下 王阳明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师徒 但他又被肮脏的官场不断教训 治国平天下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其实 这不只是王阳明一个人的困扰 也是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困扰 书中古圣先贤描绘的理想蓝图 竟然都是无法实现的 他们有的人苦苦执着于成诸理学的传统路子 但或是碰得头破血流 或是郁郁而终 有的人索性放弃官职归隐田园 但心中总有不甘 还有的希望了却成员堕入空门 但难以割舍很多关系 满腹经纶 满腔热血的明代读书人 迫切需要一种新思想来安顿他们的心灵 就在这一时 王阳明拿出了自己的精神药方 这就是阳明心血 第二部分 下面我们将把重点放在阳明心血的成型与发展中 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个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那么深远的影响 关于阳明心血的问世 有个龙场悟道的典故 关于龙场悟道 传说有很多最著名的一个版本是 王阳明睡在一个石棺中突然惊醒 然后大声呼喊 圣人之道 无性自足 不假外求 然后阳明心血便诞生了 听起来实在有些玄妙 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贵州龙场在明朝是一片山林 毒蛇猛兽出没 盗匪猖獗 当地居民多是少数民族 远道而来的王阳明与他们语言习俗不通 一般人到了这个地方 别说做官还有没有前途 连性命也难以长久 果不其然 与他共事的一对父子 在他道任不久后就相继燃兵离世 不过 在官场中九死一生的王阳明却很豁达 本着寄来之则安之的心态 他教当地人伐木建屋 并把其中一个房间用作书房 他起名何露轩 在这个与主流世界相对隔绝地方 他获得了难得的清静 可以不受干扰的慢慢梳理成诛理学等各家主张 因此收获了顿武时刻 进化心理学者罗伯特·赖特曾写过一本 《为什么佛学是真的》 中国图书界引入后翻译为《洞见》 这本书关于顿武提出一种解释 我们大脑产生各种想法 有赖于一个一个模块 这些模块是人在长期阅历 读书学习 深刻思考中形成的 但久而久之 这些模块也会结识我们的大脑 举个例子 关于填粽子对身体好 还是嫌粽子对身体好这个话题 你可能看过很多资料 也有过自己的思考 这个话题的问答慢慢就会形成一个封装的模块 以后只要遇到这个话题 模块就会被自动出发 好处是节省大脑算力 不足的地方就是 很难有突破性的思考成果 不过 当我们处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 身心足够放松后 这些模块就有可能被慢慢剥离 然后建立新的连接 因此 冥想情况下更容易发生顿武 回到身处龙场的王阳明 三十多年来 苦苦追寻圣贤之道的过往 历历在目 他也曾格物置之 也曾向外追求 但外界总不给他答案 反倒让他落下一身病 两次科举落地 当庭掌刑 贬官流放 被人追杀 治国平天下离自己越来越遥远 茫然间 他意识到 过去的挫折没有把他打倒 支撑自己的并不是任何外物 而是他的精神 也就是所谓的本心 他进一步意识到 本心的状态 会决定一个人如何感知外界 如何加以行动 当人的心灵境界提高了 对外界的感知也会发生变化 比如龙场这个环境 在别人看来是穷山恶水 而在王阳明看来是精神上的乐园 可见 人和人本来没什么区别 每个人都有圣人的品格 都可以像圣人一样 坦然面对困难 都可以享受龙场的穷乡僻壤 只不过人有太多欲望 过于追求身外之物 而渐渐放弃了圣人本性 当人抛却杂念 人就又可以成为圣人了 古人把圣人的完美品格 宇宙的终极秩序 用一个字概括 李 宋代的朱熙就在讲天理 即使天崩地裂 人不存在了 天理还在那里挺立着 而王阳明却认为 你要认识天理 根本没有必要往外寻求 李就在自己的心理 这就是著名的心机理 思想是用来指导行动的 哲学思想的诞生 往往配套着方法论 随后 王阳明根据这个观点 开创李讨方法论 这就是我们至今还在提倡的 知行合一 很多人会把知行合一解释为 我是怎么想的 我就严格按照想法那样去做 这是不准确的 王阳明讲知者行知识 行者知识成 过去知识被锁在书本里 失去了活泼的时间 王阳明强调知和行是统一的 知识被发动的行 行是已经实现的知 这两者是无法分离的 一个人起心动念想获得某种认知时 实际上已经算是行动的开始了 当一个人做完某件事后 他也获得了真的认知 就像一个人孝顺父母 他只有内心产生这样的想法 并辅助行动 才算是他真正认知了孝顺的道理 简单讲 真知必能行 没做到一定因为不知道 星级理 再加上知行合一这套理论的威力非常大 王阳明后半生的事迹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贵州农场那几年 王阳明积极分享自己的思想心得 吸引了许多学生 1509年 王阳明被贬期满 在贵州多位官员推荐下 担任了庐陵县之县 后来刘锦被处死 王阳明的才能得以施展 而连年升官 1516年 王阳明被任命为右迁都于使 负责江西一带的治安问题 江西匪患很严重 严重到可以与官军分庭抗礼 由于匪徒在官府里有内应 此前几任官员毫无办法 王阳明从小学习兵法 现在还有心血加持 他假传命令 不久后要出兵剿匪 然后派手下人监视 如果有哪位在当差的人私自外出 大概率他就是内应 但王阳明却没有处决这些露了马脚的人 而是找他们谈话 展开了攻心战 先讲朝廷剿匪的决心很大 抓住后果很严重 再讲妻儿老小 戳中他们最柔软的肋骨 很快 这些人便请求王阳明 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 王阳明认为 他们的本心为民 给了他们将功补过的机会 最终成功搅出匪患 如果说这次是小事牛刀 几年后宁王朱晨豪叛乱 绝对算得上扬 明心血在政治军事领域的大战神威 1519年 宁王朱晨豪在南昌起兵叛乱 叛军有十余万人气势汹汹 王阳明手上只有两万左右民兵 而且事发突然 各地的援军一时赶不过来 王阳明再次展开攻心计 他伪造了一张习文 说朝廷已经派遣各地官吏 集结了16万大军 要求各地州县 必须做好准备 协助评判 然后 他派一些密探 故意将习文泄露出去 宁王知道后 一时犹豫起来 军事行动暂停 错过了反叛窗口期 同时 王阳明还实施反戒计 他给朱晨豪的两位官舰 将领起了假密信 扰乱了叛军的进军计划 而王阳明这边 一边尽快集结兵力 一边发布告文 逼迫反叛者 只要放下武器 就可以网开一面 等到决战时刻到来 叛军内部迅速分崩离析 一战击溃 最终 王阳明只用了35天 就平定了这一场 声势浩大的叛乱 王阳明在评判中 践行自己的心血理论 同时不断总结完善实践经验 随后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知良知 过去讲知形合一 是完成了知核心的统一 但知是什么样的 并没有具体说 知良知 明确了这个知是良知 早在战国时期 孟子就主张性善论 人的心中天然有侧隐之心 修武之心 慈让之心 是非之心 王阳明把四端归结同一颗心 即良知 无论是胜利者 失败者 内心都有良知 但要注意 人的良知 不会主动发挥作用 它只是隐性的道德存在 要想让良知显现出来 我们必须身体力行 也就是治良知的 治所讲的内容 治良知 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理念 王阳明自称 这三字是自己从百死千难中体悟出来的 治良知的分量极重 由于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良知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独立自主地展现这份良知 以共同构建一个良善的社会 过去如学倾向于己所补欲 勿施于人 这是向内的被动的 王阳明的治良知 则更强调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是主动成就自我与他人 在阳明心学 治良知的影响下 明末清楚的中国 迎来了一次久违的思想解放 以正版桥为代表的许多艺术家 不逆古法 不拘一格 以李志为代表的思想家 主动抨击李教叔父 顾炎武更是酝酿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则的理念 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王阳明的治良知 结余 关于这本《王阳明传》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简单总结一下 古代的读书人都有事治于道的想法 也就是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 在明朝中期以前 读书人治于道的方式是 德军行道 找到一位明君辅佐他治国平天下 但王阳明恰好遇上明朝最黑暗的一段历史 别说德军行道 就连在官场平安待下去都很难 王阳明反思 既然网上发展无望 那就下到民间吧 于是王阳明开辟了绝民行道 回到民间 教化乡民 改变社会的风气 选择了绝民行道 就要求更多的关注心灵秩序 他突破了成诸理学的束缚 打破了格物置之的观点 不再追求外物 而是强调对本心的调腹 唤醒内心的良知 并实践出来 阳明心学之所以受人推崇 不仅在于理论好 更在于提出者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他的前半生在艰难探求圣人之道 历经风险与曲折 终于在极端环境下顿悟 后半生 王阳明用生命进行 并发扬了自己的心学学说 从贵州到江西福建 他既能广兴教育 又能平定叛乱 1528年 王阳明在广西任职时染上了重病 学生哭着问他有什么疑言 他淡然一笑 我心光明 福福何言 1529年1月29日 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吉安的一艘船上 十年57岁 终其一生 王阳明让看似已无出路的儒家思想 重新焕发了光辉 过去的儒学 总是板着脸高高在上地讲 修身齐家 杨明心学则 不再让人做书呆子 而是敢于自省 敢于体验 敢于关心大事小情 敢于精识之用 解决真实问题 过去儒家只是一种精神的权威 如今他潜入民间 跟农夫 商人结合在一起 便从精神力量 变成了社会力量 正如明朝末年思想家 顾现成体的那幅对联 风生与生读书生生生入耳 家世国世 天下世事事关心 直到近代 梁启超 谭四同 李大钊 为中国思想带来巨大改变 他们也都回到王阳明那里 去寻找思想解放的本土资源 因此人们才说 500年来 儒家的源头活水 就在王阳明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订阅 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 给出你的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